青史稿对黄太极的评价很高 认为他能文能武 内修正事 外勤讨伐 用兵如神 所向有功 青史稿的作者 认为黄太极的某些对外交往之道 甚至可以比美远古的圣贤们 最后 作者用一句崇高的感叹 结束了对黄太极的评价 曰 乌虎圣一哉 翻简起来 在洋洋大观整整48本的青史稿中 只有黄太极一个人 得到了后代历史学家 这个字眼的评价 圣 至于康熙皇帝 被他的儿子加圣主四号 显然是不同的另外一回事 在古人的观念当中 极为崇高 从而达于极致的蕊致和道德 方才可以称之为圣 这是一个仅次于神的字眼 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 黄太极生于公元1592年 即大明万历20年10月25日 出生地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 第一个根据地费阿拉 治下在今天的辽宁省 新宾县永陵乡附近 在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中 黄太极排行第八 关于黄太极这个名字的由来 至今还是一桩一案 努尔哈赤家族当中 很多人的名字和飞禽走兽有关 表明他们的生存状态 必定和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条件 密切相关 然而 专家们无法说清楚 黄太极这个名字 在女真语中的确切含义 于是人们就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 这是一个大福大贵的名字 汉族人 女真人 蒙古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极深 据说蒙古语中的台极 是汉语中太师的意思 蒙古人称呼皇帝的继承人 为皇台极 就是汉语皇太子的语音 于是皇太子 皇台极 皇太极 三者之间就这样建立起了 某种神秘的联系 尽管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说法 大清朝官方史书也予以否认 但是既然学术界解决不了 这么一个重大问题 学术界之外的人们 也就只好将此看成是天意了 比如青史稿 谈到这个话题时的表达就是 等到皇太极继位 人们显以为有天意言 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天意 史记中 对皇太极的母亲评价很高 比如青史稿 认为这位叶鹤部落的蒙古格格 庄敬充慧 温婉和顺 听到顺耳的好话 他不沾沾自喜 面对忤逆或诽谤 仍然能够和言悦色 而不改常态 他不好逢迎惨媚之言 也不接近坚硬之辈 耳无望听 口无望言 从来不干涉外界事物 只是一心一意地 侍奉自己的丈夫 这样一位母亲 想必对童年时期的皇太极影响不小 嫁给努尔哈赤时 蒙古格格只有十四岁 努尔哈赤则为三十岁 那一年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五年 当时努尔哈赤可能已经有了至少五位妻子 他们是在结婚四年后生下的皇太极 十一年后 蒙古格格重病去世 努尔哈赤表现出了少见的悲动 他痛哭不止 下令四个奴婢殉葬 不饮酒 不吃婚 达一个月之久 并将灵鹫停放了三年 方才下葬 当时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落的关系十分紧张 重病中的蒙古 希望最后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被他的哥哥叶赫部落酋长拒绝 为此激怒中的努尔哈赤 曾经不顾实力相差悬殊 在妻子去世后不久 便率兵攻打叶赫 这一年 皇太极不满十二岁 史书记载说 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爱如心甘 除了蒙古格格的原因之外 可能和皇太极的聪慧有很大关系 据说皇太极三四岁时就很懂事 接触过的事情一听不忘 一见即时 到他七岁时 努尔哈赤便唯以家政 不凡指示 即能暂理 就是说 这是一个七岁的小大人 不用大人指顶 他就可以帮着 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 皇太极出生那一年 正值大明朝 抗窝元朝战争爆发 七年后 这场战争结束 不久 朝廷又将李承良派来 第二次镇守辽东 时间又是七年 这十几年 正是努尔哈赤扩张实力的关键时期 有记载说 当时皇太极年长的兄长 如楚英戴善等 跟着努尔哈赤 常年在外征战 努尔哈赤便将全部家政 交给了年仅十一岁的皇太极 这样的锻炼 经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因此不可及其 不止一种史书记载说 远征蒙古查哈尔部 临丹寒时 途中因为缺粮 皇太极和全军将士 一起涉猎为生 他一个人 一次就射杀黄阳五十八只 其中 竟然还有不少 一箭贯穿两只黄阳者 可见其武功神力 据说 沈阳时胜四里 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过的弓箭 箭尸长四尺多 寻常的强壮汉子 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 皇太极的身材 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魁梧 中年以后发胖得很厉害 体重大概在250斤左右 加上很重的盔甲 导致一般的战马 很难负担这个庞大的重量 他有两匹心爱的战马 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 皇太极死后 他的陵墓前面有两匹石雕的骏马 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 雕制的 皇帝心爱的战马 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 可是这两匹马 其中一匹 皇太极一天只能骑秤50里 另一匹 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100里而已 皇太极可能属于那种热性的纯阳体质 天冲四年 时至11月 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季节 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 举行大规模围猎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射所 唯独皇太极 只戴一顶小窄帽 手不入袖 好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 重马驰骋 导致周围的人们十分惊异 而且钦佩莫名 青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 皇太极颜如沃丹 严寒不利 意思就是说 他不畏严寒 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 赤红而又光泽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 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 身材高大肥胖 再加上脸色赤红 根本就是多血症 加上高血压的体征 事实上 晚年的皇太极 鼻女严重 时常大量流鼻血 悬孕 并且在服案工作中 突然死去 可能就是高血压导致的 颅内出血和脑溢血 各种史记中 对于皇太极的军事活动 记载了很多 他开始领兵打仗 大约是在20岁左右 公元1612年 是为大明万历40年 努尔哈赤征讨 海西四部中的乌拉部落 皇太极是领兵大将之一 他的早期军事生涯中 最为突出的表现 应该算是 智取辅顺关一密 辅顺关是建州女真 通往大明帝国 辽东复兴地区的重要关卡 也是辽东商品集散地之一 公元1618年 即大明万历46年 后今天命三年 在庆祝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 生日宴会上 努尔哈赤正式表达了 向大明开战的决心 习间大小贝勒们 一边向努尔哈赤献酒助寿 一边议论从何处下手 众说纷纭似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 黄太极认为 辅顺关乃建州出入之门户 必须先将此地拿下 他建议 趁春季大开马市之际 派部队乔装成马商 入城贸易 然后自己率五千兵马 夜行至城下 里应外合可一举而下 这是后金与大明为敌的第一战 其意义不言而喻 努尔哈赤采纳了黄太极的方案 结果后来所有的发展 几乎都和黄太极预想的一样 冷兵器时代 在像建州女真这样崛起的 愚猎部族国家里 若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剑术 要想出人头地 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 岂可不幸 微乎其微 在诸多史记中 我们可以读到不少黄太极 料笛至圣 用兵如神的记忆 应该说四种评价 不算过分的异议之所 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志 黄太极伐勇伐力 相当勇猛的身先士卒 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注目 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 在战阵中发生意外 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 而黄太极本人 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 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沈阳攻防战 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 双方搏杀的异常惨力 激战中明军的大炮 因发射频次太高 导致炮管过热 以至于装药急喷 无法发射 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 雀而赋前如是者三 再三再次的退退后又冲上了 最后在红河边上 一员后军将领面对重寡悬殊的明军 不敢再战 向后退退 黄太极立即率骑兵 迎头冲击 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 以至于不可收拾 史书中不止一次回到 黄太极曾经数次在战场形势危险的 关键时刻 不顾死活的率队投入战场 从而扭准战场 在宁锦保卫战中 面对元重患的平坚城用大炮一侧 黄太极一筹莫展 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 遭遇了不小的尴尬 除此以外 在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 我们在历史记载里 几乎找不到黄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 从各种史料实录中 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 黄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 用今天的语言描述 就是他比较注重百事实讲道理 很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 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 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 几乎是不胜枚举 称得上比比皆是 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 松锦会战中 红成筹统率十三万大军 稳健持重 前线清军连连败极 情势危殆 鉴于明军兵势浩大 黄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们 一再劝他缓刑 黄太极笑着说 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 会遣失逃顿 他们要是不跑 我将破之如吹鼓拉朽 这句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 怎么看都像有点自吹自擂的味道 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 证明了黄太极没有吹牛皮 在同时代的驻班人物当中 说黄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 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 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 一位认为戴善只是寻常一拥福尔 另外一位则认为黄太极 永立绝伦 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公元1639年 即大明崇祯十二年 大清崇德四年八月 已经进入晚年 来日无多的黄太极 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 从小跟随太祖出列 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货的野兽 占为己有 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 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 中饱私囊 因为我存心正直 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 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 黄太极处心积虑 干下了那些谋兄世母 夺地权位的事迹 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 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 那些十年前 推举他走上后经韩位 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地位 两百多年后 再用圣以栽来赞叹他的人们 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白痴 常识告诉我们 这可能不是事实 青史稿在介绍黄太极的爱好时写道 这个人在频繁的征战厮杀之余 很是喜欢读书 经常沉溺于古今典籍之中 知之不倦地探讨和阅读 从十路记载中可以看到 黄太极经常以古论今 可以准确地引用 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事例 比如他特别喜欢用古代名将 爱兵如子的故事 教育那些贝勒们 对于战国时期那位为士兵损疮的将军 对于汉代那位大将军 于艰难控苦之中 不肯独享美酒 将酒倒进了河里 与士兵共享的故事 黄太极似乎特别津津乐道 在关于黄太极的历史记载中 提到他学习历史 谈论历史的地方 可能有近百处 从中可以看出 他对我国历史设计范围极为广泛 从远古的唐瑶渝顺 到宋元明清 且每每有精彩众肯的见解 在我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 艺术少见 在三百多年前 他就曾经很众肯地指出 汉文史书有太多的粉饰之词 这些浮夸实在没有什么益处 这种情形 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 黄太极为什么会被后代史家 赞叹为圣一哉了 做了韩王后 有一次他信部走进门馆 看到一个官员正在服案工作 便问他在做什么 那位官员回答 正在整理韩王的实录 黄太极马上说 这是史官的工作 我不适宜观看 随即按规定退了出去 在其当时 中文汉语对于黄太极来说 是一门真正的外语和意志文化 而翻译事业又远不及今日之发达 这也就难怪后代史家会认为 黄太极是一位充锐绝伦的人 这样的文武全才 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在当时的贝勒老爷里 也至少不是特别多见 这种情形可能使黄太极自我感觉良好 从而有些傲慢而不讨人喜欢 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喜欢读书的缘故 使他显得阳春白雪 曲高鹤寡 特别是与阿敏 芒古尔泰 阿基格 这些粗野的武夫站在一起时 想必会有鹤立鸡群的效果 有一次努尔哈赤说了很长一段话 训诫黄太极 你是闲人 就应该什么事情都做得恰如其分 宽以待人 让兄弟们生出敬爱之心 但你却独善其身 放逐诸兄弟任意行事 这是很不对的 你想当寒吗 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 那么你哥哥们的子弟 必定会回报你 送你到家 现在你不送哥哥 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 你都默然接受 这样形式是贤明的表现吗 为此已经引起你弟兄 德格类 吉尔哈朗 侄子 月托等人的不满 说你做得过分 这虽然是谗言 但也不能说你贤明 努尔哈赤很动感情地说 你是我的嫡妻所生 我很喜爱你 可你不能为此 就自以为了不起 你这样想 是何等愚昧无知啊 史书记载说 动情处 努尔哈赤老泪纵横 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大 其中透露出的大量信息 却颇为耐人寻味 此事发生在公元1623年 也就是大明天启三年 后今天命八年六月 三年后 努尔哈赤就死了 黄太极为众人推举继位 推举者中偏偏是 岳托兄弟表现罪利 从史书记载中判断 吉尔哈朗 岳托 撒哈连 文武双全 能争善战 属于最受黄太极信任的 高级将领一类 在未来的岁月中 曾经屡屡被委以重任 不知是黄太极 改正了自己过分的举止 还是他们本来就心有灵犀 同气相求 黄太极继承韩位之前 情形大体如此 他做了韩王后 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特别是在黄太极 与戴善 阿民 芒古尔泰 四大贝勒的关系上 按照八大贝勒 共理国政的制度 黄太极登上韩位之后 与其他和硕贝勒之间 并没有君臣之别 在理论上讲 他们的身份是平起平坐 平等共处的 在举行朝会 各种集会和重大典礼时 四大贝勒并肩而坐 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 在元旦大典时 黄太极还要率领 众兄弟子侄们 向戴善 阿民 芒古尔泰三人 行拜贺大礼 有证据显示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在这种制度原则下 大体上维持了一种 均衡的态势 随着形势的发展 黄太极威权日重 最后平衡终于被打破 链条首先是在 二贝勒阿民身上被打断的 事情发生在 黄太极继位为韩后的 第四个年头 阿民是黄太极的堂哥 努尔哈赤将帝比 舒尔哈齐杀死后 让阿民继承了父亲 舒尔哈齐留下的 大部分遗产 因此 阿民死心塌地地 追随努尔哈齐 东征西讨 所力战功颇多 一直是努尔哈齐 最重要的战将之一 大约属于那种凶猛 不怕死 很能打仗 却也十分 粗也横暴一流人物 在推举黄太极为韩的问题上 他表现得很痛苦 谁知黄太极刚刚继位不久 这位阿民就要求黄太极 同意他出居外藩 就是打算自成一国的意思 黄太极断然拒绝 由此黄太极对阿民心生过敏 黄太极第一次率军 袭绕北京时 可能有在反方向上 打东山口湾进军之路的意义 因此攻克永平 鸾州 迁安 宗化四城之后 便命留守沈阳的阿民 率兵前去驻守 当时黄太极安置了 这些城市归降的官民 并严厉约束中王贝勒 不许对这些人加以侵害 以便在关内汉族地区 扩大政治影响 为者将要从严治罪 不料阿民根本不以为意 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 既然已经拿下城池了 为什么不图其民 我既然到这儿了 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 当时正值孙成宗 率领民军实施大反攻之际 这次既不组织抵抗 也不支援友邻部队 而是下令屠城 将已经归降的所有汉官 与永平及今天河北省独龙县 与千安两城百姓 全部杀死 将所有财物捕虐欲飞 然后一流烟跑回了城池 这场血流城河的屠杀 造成了严重的政府臭臭 此后大陵河 锦州等一军民 宁愿战死饿死 也不投降 与此次屠城 有直接关系 黄太极收到明军反攻的军报后 立即派遣部队紧急复原 随后便传来阿民 弃城逃归的消息 黄太极大惊 勒令阿民铸屯于城外 十五里处 不许进入沈阳城 并责问原因 三天后 公元1630年 及大明崇祯三年 后今天聪四年 六月七日 黄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 一口气宣布了阿民 十六条大罪 平心而论 阿民这司的确有 他自己的取死之道 旧游自取的味道很重 并不值得同情 永平屠城并弃守后 有资料说 该城之中血流有生 这阿民实属罪该万死 其他那些罪名 也显然背离了 推举黄太极继位时 他本人亲口立下的誓约 因此细细考究起来 虽然不无欲加之罪的嫌疑 譬如其中只吃阿民 轻视黄太极 有不轨之心的罪名 达十一条之多 叫人无法完全心服口服 但毕竟还不是空穴来风 无中生影 就此黄太极让大家集体讨论处理办法 众人异口同声 以为应该处死阿民 最后黄太极下令将其英境 十年后 公元1640年 即大明崇祯十三年 大清崇德五年 阿民在幽境中死去 接下来轮到了芒谷尔泰 三贝勒·芒谷尔泰 是黄太极的五哥 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子职中 他能夺为四大贝勒之一 显然与他骁勇善战 且战功赫赫有关 芒谷尔泰很早就与黄太极 并肩作战 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能一度还很亲密 二人反目 是在阿民被幽禁的第二年 公元1631年 市为大明崇祯四年 后经天聪五年 八月十二日 黄太极率军围攻大陵合成 猛攻不下 伤亡甚重 第二天 芒谷尔泰找到黄太极 要求把隶属他的旗下 如今被拆遣出去的精兵 归还给他 黄太极说 我听说你的部下凡有差遣 总是唯物 芒谷尔泰说 一有差遣 我的部众总要比别人多一倍 什么时候有过唯物 黄太极恼火道 果真如此 就是诬告 我会严加追究 如果揭发属实 就要把唯物者绳之于法 说完 黄太极红头丈脸的 准备上马离去 芒谷尔泰急了 说皇上应该出以公信说明白 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 因为你是皇上 我一切都顺着你 你却这么不知足 难道是想杀我吗 边说边握住腰间的刀柄 注视着黄太极 芒谷尔泰的同母弟弟德格雷 见此情形 忙打了芒谷尔泰一拳 并骂道 你这是大逆不道 芒谷尔泰怒骂道 蠢东西竟敢打我 说着将配刀拔出半持续 德格雷连忙把他推到了一旁 回到营帐后 皇太极对朱贝勒将领痛霸道 他不过是个弑母妖宠的家伙 怎么竟然轻视我到了这个地步 随后痛斥那些御前侍卫 养你们有什么用 看他拔刀 你们为什么不上前护卫 大灵河战役结束后 当年十月 仲贝勒议定 以芒谷尔泰玉前漏刃的大不敬罪 割去其大贝勒爵位 降为多罗贝勒 罚款一万两百亿 夺五牛路 芒谷尔泰也在事后表示 当时喝酒喝高了 所以没能控制住自己 第二年 芒谷尔泰参与了 征伐蒙古查哈尔部 与攻略大同宣化的战斗 十二月莫名其妙的死去 史书记载说 黄太极参加了 蒙古尔泰的葬礼 直到后半夜才回来 然后在中门设灵堂祭奠 大哭了一场 三年后 蒙古尔泰的弟弟德格雷 死后一个月 有人告发蒙古尔泰兄妹三人 合谋危害黄太极 抄家的时候 在他们家里发现了 十六块克责大金国皇帝之印 这样字样的牌印 于是 黄太极将蒙古尔泰消夺封决 蒙古尔泰的妹妹 和一个儿子被处死 六个儿子降为庶人 所有人口财产超莫入关 蒙古尔泰所属的正南旗 收归黄太极自己统领 最后形成了正皇 湘皇 正南的所谓上山旗 现在四大贝勒中 除了黄太极 只剩下了一个大贝勒戴善 黄太极继寒位时 戴善推举最低 当时努尔哈赤一辈人 已经基本过世 戴善是年岁最涨 航位最高 资历和战功最显赫的在世 其声望远在阿敏 蒙古尔泰之上 且性情宽柔 得众人心 是后金乃至大清决策层中的 平衡器与稳定器 可能与母亲同家事 和哥哥处英的遭遇有关 戴善表现得千退平庸 没有显示出 领袖群伦的格局与魄力 我们无法断言 戴善究竟为什么 自动退出韩位竞争 转而全力支持黄太极 有自知之明 为了六年前 与大飞的暧昧传门 顾全大局 黄太极众望所归 我们不得而知 从戴善一生形式品格推断 也许是上述因素 综合发挥作用所致 一般说来 黄太极和戴善的关系 还算不错 团结多 斗争少 即便有斗争 也从不涉及根本的利害关系 一旦触及 戴善立即谦让后退 并坚定支持黄太极 譬如 蒙古尔泰和黄太极争吵时 明明有可能是黄太极理亏 戴善仍然气恨恨地 斥骂蒙古尔泰 如此卑乱还不如死 并在后来主动提出 不再与黄太极并肩而坐 使黄太极顺利实现了 南面独作 天聪九年 多尔文远征查哈尔 获得传国预设 令后金人众认为这是天命所归 从而士气大振 众人仿效当年推举黄太极 继承杭卫的做法 纷纷立誓书 拥戴黄太极上皇帝尊号 黄太极指示 由于大贝勒年纪大了 可以免于立誓 戴善不同意 主动要求 并最后带头在众人面前 发下拥戴黄太极登地位的重誓 表示 若像芒古尔泰 德格类那样心怀不轨的话 将天地不容遭殃而死 就这样 戴善基本上受到了 黄太极的礼遇和尊重 不过两个人之间的一些摩擦 也很有意思 颇为意味深长 在戴善 时不时地就会做一些 让黄太极不那么舒服的事情 表明自己的存在 在黄太极 则随着威权日众 也时不时地就对戴善小以厉害 甚至丝毫不假以辞涩 二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 发生在天冲九年 事情是由黄太极的姐姐引起的 据黄太极说 她的这位姐姐哈达公主 脾气暴躁乖丽 而且特别喜欢在背后 尽残言搬弄是非 大约属于那种 汉妇加长舌妇一流人物 因此 可能从诺尔哈赤的时代起 姐弟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太好 这年九月 黄太极率领大家 迎接多尔滚远征查哈尔凯旋 在返回沈阳的路上 哈达公主和黄太极之间 又一次发生不愉快 赌气就先走了 他路过戴山的营帐时 戴山叫他夫人 把哈达公主迎进了帐篷 设盛宴款待 并且赠送给了他一批财博礼物 黄太极知道后 震怒 他除了派人前去责问之外 还不告诉任何人 自己独自返回沈阳 并且关闭宫门 不许任何人觐见 几天以后 黄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和侍卫 当面痛斥戴山 他长篇大论 痛说革命家史 把数十年来 和戴山之间的恩恩怨怨 一一倾诉 他愤怒地责问戴山 为什么过去和哈达公主的关系并不好 如今看到哈达公主和自己闹别扭 就这样对待哈达公主 居心何在 然后黄太极又一一点名 痛斥其他住贝勒 最后他愤怒地表示说 你们悖乱如此 我将渡门而居 你们另外推举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 我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就够了 随后怒火万丈地返回宫中 关闭宫门不再路面 最后心惊肉跳的住贝勒大臣 会同六部官员公审待善 逆定隔去大贝勒名号 削何硕贝勒职 夺十牛路 罚刁鞍马十匹 甲咒十富 银一万两 并且逆定处罚他的儿子萨哈连 然后所有人一起来到朝门前 跪请黄太极出宫市政 黄太极这一回算是正逐的面子 他下令宽勉戴善萨哈连 只是罚款了事 有趣的是这件事情过后不久 戴善萨哈连就成为拥戴皇太极 上皇帝称号最为积极的人物 皇太极也在登上帝位之后 封戴善为何硕兄里亲王 成为皇帝之下的第一亲王 更加有趣的是 一年之后 戴善又做了一件更加意味深藏的事 黄太极继位之后 曾经做出过一项规定 限制诸王贝勒门的侍卫人数 戴善可能不太高兴 有一天他不带侍卫 自己牵着马 腋下夹着入垫去见黄太极 显然是故意做给黄太极看 后来黄太极称帝的第二年 戴善违反规定 为自己多配备了十二名侍卫 并且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黄太极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 逼得黄太极当众对证 最后证实他的侍卫人数 不但没有超额 反而还不够定额 我们知道 黄太极前后执政将近十八年 这件小事的意味之处就在于 在黄太极继承韩卫十年 登基做皇帝两年之后 戴善仍然敢于和他攀比 并且不把他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 至高无上的皇帝 从得四年底 黄太极携众人前往夜鹤地区打猎 戴善马施前蹄伤了脚 黄太极跳下马 亲自为他裹伤 给他敬酒 并且流着眼泪责备他说 大哥你年纪大了 我再三劝你不要吃马 大哥为什么这么不擅自珍重 随即霸裂而还 并且命令戴善作教缓刑 一直护送他到了家里 三年后 黄太极死了 戴善为防止内乱 拥戴黄太极六岁的儿子 弗林继位 并可能亲自出面 断送了自己策划 拥立多尔滚的 一子一孙的性命 就这样 他成了大清帝国前妻 最受人尊敬的安全法 并在威望崇高 地位尊荣之中 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生 虽然他可能实时感受到 不那么令人愉快的 深深的意义 严厉执法 从而赏伐严明 是黄太极执政岁月里 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 仅此一项 和中国历史上 所有最伟大的帝王相比较 黄太极做的都毫不逊色 甚至出类拔萃了许多 在黄太极身上 曾经发生过几件小事 一天 黄太极出宫时 无意中违背了领仪规定 按照制度 需要接受罚羊的处分 有关部门将此事 通过黄太极身边的工作人员 告诉了黄太极 他立即认错 并将所罚羊之送往该部门 就在这一次 针对法治持废 有法不一 他说了一句 堪称千古经典的话 朕若废法 谁赴奉法 天聪四年十一月 正值秦寿最为肥美 准备度过漫长冬季的时机 黄太极率众 进行大规模秋冬围列 两员高级将领 追逐一只被射中的袍子 然后说是黄太极所射中 将猎物供下了上去 黄太极说 这不是我射中 我严禁别人 强取他人财物 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东西 随将袍子 还给了射出那只箭矢的人 有一天 芒古尔泰的奴仆 强夺一个士兵 猎货的鹿和野猪 黄太极知道后 叹息道 大凡出兵行列 不错不乱 事业才能成功 一个小族人困马乏 又能得到多少东西 如此旺行 下面的人怎么活 芒古尔泰随将路退还原主 却把野猪留下给了黄太极 黄太极说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凡事不要以为小 最怕鸡小成大 据说芒古尔泰很羞愧 把野猪也还回去了 从许多类似的记载中 大体可以知道 黄太极是一个能够设身触地的 为下属着想的上司 为了推行重用汉官 调和民族矛盾的政策 黄太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 他把骚扰汉族官民 看作是企图作乱的罪魁祸首 以连同妻子一起处死相威胁 用这种方式强力制止女真 王公贝勒 荼毒归顺或者投降的汉人 为此 他甚至说出了准备辞职的话 从而导致努尔哈赤之后 后金政权的局势 全面迅速地好转 以至于许多辽东汉人认为 后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土 黄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 部分原因是为了后金政权 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 为此 他多次特意指出 这些朝代都是移民族 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 言外之意就是说 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 这样的见解 就是放在今天 也应该算是足够精彩了 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 黄太极显然在寻找 并且汲取上述少数民族政权 兴衰自乱的经验教训 黄太极吸取历史经验 以霹雳手段 言明执法的重要原因 平心而论 如果没有他的努力 他的后继者们想要入主中原 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很难想象 这一切是建立在阴谋 与持身不正的基础之上的 在黄太极的诸多作为中 肯定还有一个动机 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 那就是尽可能削弱 其他大小贝勒们的权势 地位与影响 将权力最大限度地 集中到自己手上 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种动机的形成 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努尔哈赤在世时 威力爆裂 依然九鼎的影响 后金政权 整体形势的发展 建功立业的冲动 威权日中之后的心理膨胀 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 就是汉族官员们 极力大量的怂恿 这个话题敏感 而令人脱费惆怅 却很有可能是事实 黄太极继位之后 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 并通过各种方式 大量选拔汉族儒生 进入政府机构 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 国家管理 缓解内部民族矛盾 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同时 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 这些汉官发表了 数量不小的言论 核心思想在于 抨击八大贝勒 共治国政制度 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 要求黄太极独坐称尊 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 为黄太极 虽有一涵之虚名 实则无异于 一旗之贝勒的情形 鸣不平 对这种状况 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棘手 并且断言 凭借八旗铁骑 即便拿下中原 也必将在数年之内 错乱不已 终治不可收拾 结论则是不言而明 仿效明朝 军权至上的极权制度 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平心而论 这种表面慷慨激昂 实则奇魅入骨的曲魅之术 实在是太能骚到黄太极的养处了 受过近两千年帝制训练 和朱元璋强化培训过的汉族官员们 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真语化尽 其结语花意般的善解人意 已经锤炼的登峰造极 炉火纯青 无枉而不胜 无奸而不翠 揣夺黄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 应该是高兴的想翻跟头才对 为此黄太极采取大量措施 贯彻这一意图 继位已始 黄太极严习旧制 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 但是扩大了他们的权限 规定凡是议论国政的时候 他们可以与朱王贝勒 共同坐在一起 共同讨论 同时增设了十六位左管大臣 十六位调遣大臣 两年以后 黄太极又以不愿意三大兄长贝勒 过于操劳的名义 取消了四大贝勒 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 改由朱小贝勒代理 同时实行科举考试 大量选拔汉族儒生斯大夫 进入政府各部门 又过了三年 完全仿照明朝制度 设立六部 制定了各种遗葬礼仪 取消了四大贝勒 并肩而坐的制度 并且在住房 行路 遗葬等方面 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 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等等等等 这些措施 全部可以做多重理解 譬如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式的发展 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 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 同时这些措施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 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军权至上的目的 这个时候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 黄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个朽烂了的制度 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 头却翩翩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 这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 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 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 到天聪十年四月 黄太极登级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改年号为崇德 就此 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 并实施了十余年的 巴和朔贝勒共治国政制度 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 库斯上议院的制度 变成了和朔贝勒共义国政制度 变成了真正的附庸和秘密 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 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 从那时起 注定了黄太极没有能够超越 升华与他的时代 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 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 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 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 也由此注定 黄太极在他的执政岁月中 干过几件混账事 装装渐渐被记录在案 大清朝官方史书也有记载 应该不必怀疑 天冲元年三月 黄太极继位后半年 有一位名叫月起鸾的读书人 上书给黄太极 建议他不要进兵朝鲜 应该和明朝议和 尽快把俘获的汉人归还给明朝 黄太极认为议和可以 但俘虏的人是上天所赐 怎么可以还给敌人呢 随即他就让汉官们讨论这件事 谁知道汉官们竟然义愤填膺 所有人都发起怒来 一致认为这个人最好的出路 是被判处死刑 黄太极不同意 认为不能因为别人提不同意见就杀人 那样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 努尔哈赤再爆裂也没有这样干过 不料汉官们不依不饶 一再历情 说是这个人蓄意偏向敌人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结果黄太极就把这个读书人干掉了 12年以后 崇德三年八月 礼部承政祝士昌建议黄太极 改变把俘虏的妻子沦为娼妓的做法 不料黄太极大怒 下令痛加批驳 并且严厉查处 最后把相当于礼部上书 也就是部长的祝士昌 发配到了极寒的边缘之地 把为他润色文稿的助理喜新郎孙应时处死 还牵连了几位赞同这个看法的官员 揣夺黄太极的心理 可能也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光彩事 但又害怕此事过于敏感 张扬开既丢人又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于是就把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聪明孩子杀死了 另外两件特殊残暴的事情 发生在松井大会战当中 松山城被攻克以后 黄太极下令 除了红城仇之外 其余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处死 随后不久 锦州城内梁晋人相识 战守继群 守城主将主大寿率部投降 结果清军入城以后 屠戮城中人民将全城洗劫一空 黄太极更下令 除了主大寿家人和妇女儿童之外 已经跟随主大寿放下武器的 三千多个守城官兵全部被杀死 这两次杀福杀祥事件 和黄太极一贯的做法差距很大 有人认为 这是为了杀给红城仇和主大寿看 以含他们的胆 令他们对自己更加感恩戴德 显然不管为了什么理由 都不能成为这种恶行 被原谅和饶恕的理由 公元1643年 是为大明崇祯16年 大清崇德8年 8月9日亥时 即夜9点到11点之间 黄太极坐在沈阳黄城中宫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 端坐着猝然死去 从症状上判断 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 死前有两道疑欲 内容是安排减免朝鲜历年共俄等 只字未提身后继承人之类事项 黄太极是十五个妻子的丈夫 二十五个儿女的父亲 在后京韩王位和大清皇帝位上 前后执政凡十七年 在这十七年的漫长岁月 黄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 有一点相同之处 二人死前都曾经缠绵并趴 也都是在神智清醒的状态下死去 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表明 他们准备指定哪一个人 来继承自己的家业与事业 虽然在地质传统之下的中国人看来 这是普天之下 世界之上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已经涉及到了国本 国之根本 但这二位 过去的努尔哈赤和现在的黄太极 都是这么做的 同样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黄太极曾经着意培养过哪一个儿子 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 他们没有改变本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根本原则 黄太极享年五十二岁 他死后八个多月 他的弟弟多尔滚 而不是儿子 率领大军杀进山海关 并一举拿下全中国 他死后正好一年 多尔滚迎接他的儿子 从沈阳迁都到了北京 这本来是黄太极的梦想 不管怎样 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